我发誓我要是有做我被车撞死 调理师急着喊冤不惜发重 是因为有女性顾客控诉到这一家诊所 推拿整副却被装信调理师姓骚 而且人来人往 她从一片尖叫一声 我相信都有人听到 你说一个女生 她进来被脱了衣服 又被脱了内衣 你觉得合理吗 治疗前胸的位置 她大概持续了大大半角 很顺手的把我的内外衣 就是都整个脱掉 就是等于我上胸是裸胸的 调理师失口否认 但是被害人指控莉莉 甚至一旁还疑似有监视器正在露营 受害期间长达半小时 女子控诉当时一旁装有监视器 不过业者澄清当时的设备是坏掉的时候 业者为了自保将会重新开启 事发在高雄前证区 出推拿整副店 女顾客指控遭到装性调理师信骚 警方虽然在6月就通知调理师到案 但直到一个月后才将全案移送地检署 被害人因为被痛去整副推拿 而装性调理师以被痛很可能是胸部的问题而碰触 但实际问到其他调理师业者正常根本不会按压到胸部 推拿整副或是按摩 免不了肢体接触操作到靠近敏感部位时 容易造成顾客感受不佳 但是像这个例子把人的衣服都脱了 实在非常离谱 全案已经进入司法侦查 TVBS新闻方志成如品浩高雄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